Hello 各位同修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玩一個練習 就是在意念創造實相 將一隻手變大 首先我們就找出短一點的手 這裡有條坑 有條坑 對了 我們用條坑對著同一條坑 慢慢貼上去 務求度到最準 找一隻小一點的手 好了 現在我的個案 應該是這邊的小一點 這邊的右手 就是我這隻 我這隻是右手 那就是 因為有時攝錄會轉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外出會變成怎樣 好了 變大變大變大 跟他說三次其實他就變大了 很神奇 我們再回同一個坑紋一下 已經長了一點 好 那我們呢 就再 round two 跟他說 感恩你 我多謝你 感恩你 多謝你變大 變大 變大 感恩你 多謝你變大 然後 嘩 你會發覺 又變大了 這個練習就是 你自己找一個坑紋去試 我做成怎樣呢 都可以被人說 你做假 但是你自己試 你不會騙自己 你還是找一個坑紋 然後自己試 這樣就沒得騙了 你自己做 你自己都做到的時間 你就開始明白一件事 咦? 真是意念創造實相? 咦? 變漂亮一點 可以嗎? OK 我會這樣去解答的 就是 剛才我們 round two 用了一個叫做 感恩的力量 當如果我們 經常性維持 是一個感恩的能量的話 我們就是一個高頻率的狀態 我們就經常性可以讓自己 展現那種美麗的能量 因為我們就是高頻 那當你是一個很高頻 很多感恩 很多愛的一個 頻率的層面裏面 我們就會變漂亮一點 我們會維持到長期的漂亮 是 這樣 那意識怎樣可以創造實相 原因是 根據兩指物理學 我們的意識其實是光子 光子是怎樣說呢? 它不在現在過去將來 啊 不是 應該這麼說 它同時在現在過去將來 而和我們現在物質世界的層面 是不一樣的 因為微觀世界和雲觀世界 所發生的種種是不一樣的 在雲觀世界裡面 我們放低 跌低 它有地心吸力 它會跌下去 在微觀世界並不是這樣運作 所以在傳統的一些力學 或者物理學的理論 是應用不到在量子物理學裡面 所以現在很多科學家 都開始去研究 不是開始 是研究了很多年 量子物理學 現在都已經很多的文獻出來 是證實了 咦?為什麼原來 可以這樣發生的呢? 所以現在我感受到 就是越來越多人 開始接觸一些能量層面上面的東西 例如是靈氣啊 靈擺啊 很多不同的一些工具 甚至乎吸引力法則已經是皆知可聞了 吸引力法則是我們最出名的書 叫《秘密》 那本書 我相信大家可能會略有異聞 是啊 是的 我們人體是50-90%是水師傅 你是嬰兒還是老人家 還是成年人 不同的水分 而水分是一件很容易去改變的東西 因為我們的意識是光子 光子可以令到電子的形態去改變 是的 那麼 液態呢 水水是液態 也是很容易去改變 因為譬如你拿一杯 你拿一拿 水就已經在變了 是非常容易的事 但是物質呢 是硬的 它不是說變就變的 物質是需要經過一些因緣去改變的 就是因緣果去改變 那個時間會長過液態的 是的 那麼大家都知道 地水火風 就是四元素 地水火風 土元素是最難改變的 是的 風水火是最容易改變的 風就是無時無刻都在變 對不對 那麼 水就是 你不動它 它就不動 但是你動它就會改變 所以 人體是相當容易改變的東西 而 所以治療 對於 能量層面上的治療 其實是快的 我個人覺得 很多時候我們 做一些療癒的工作 那個人 哎呀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好像已經不同了 這樣 有些這樣的 反應 都會有 這個就是能量層面上面的 的 的東西 有機會我們可以再在 見面或者是視頻 即是 視頻 在影片上面 我們可以再溝通交流 或者有時候我們會做一些直播 我們可以試一下玩一些 治療的 讓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感受 這個 都可以將來我們做一些溝通 這樣 這個影片去到這裡 祝大家身體健康 身心愉快 Thank you Thank you